好我们再来看看表面上铺着柏油路面 不过底下怎么是空的呢 又出现了黑心的恐怖路段吗 而且地点居然是在台北市的信义区 双脚蹲在路边 手也不断往洞里抓 但挖出来的可不是宝藏 竟然是逃不完的柏油块 台北市狐林街马路会变魔术吗 原来地底下竟然是空心的 小英怕爬没有很解释 小英怕 用脚大力踩踏 明显发出空洞的声音 路面只有薄薄水泥 上面铺的柏油厚度还不到两公分 用手轻轻一摇 柏油块就被摇到剥落 超级腊杂的施工品质 简直是拿新的安全开玩笑 我很担心 整个地区都会塌下来 一定会塌下来 很危险的 这种状况是真的很危险 怎么会这么夸张 从另一头看 原来马路底下埋的是水泥案管 上面再铺上柏油 经过二三十年下来 管县老旧再历经几次水灾 案管逐渐崩裂塌陷 变成空心状态 一年之内就塌陷八次之多 其实里面并不是真的用灌这样的方式 去把它所有的那个水泥灌满 而是用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 用砖块用一些石头去把它补足而已 养护单位只拿砖块补空心 便宜行事 还是议员关切才勉强承诺立即改善 但位于金华地段 竟然有这种空心马路 豆腐渣工程 让首山之都很烂灿 三星期末 刘正峰 刘佳琪 台北采访报道 好